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市场,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作的色彩狂潮,市场的视觉风暴 二,雕塑的灵魂共鸣,市场的心灵震撼 三,画廊的奇幻之旅,市场的魔法探险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作的色彩狂潮,市场的视觉风暴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画作的色彩狂潮,市场的视觉风暴 这个题目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一场色彩的嘉年华 没错,我们要深入了解色彩在艺术市场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引发一场视觉的风暴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末的巴黎,当时的艺术市场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印象派画家们,如莫内,雷诺瓦和德加,开始挑战传统的艺术规范 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明亮的色彩和快速的笔触,这在当时可是大胆的创新 想象一下,当时的艺术评论家们看到这些画作时,可能会像看到一只穿着霓虹灯的鸭子一样惊讶 这些印象派画家们的色彩运用,不仅仅是为了美学上的追求,更是对光和色彩科学的探索 莫内的《睡莲》系列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它用不同的色彩来捕捉一天钟不同时间的光线变化 这些作品在市场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画作,更是对自然光影的诗意表达 再来看看20世纪初的野兽派,Fourvism,这群艺术家们像是马蒂斯和德朗,简直是色彩的狂热爱好者 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色彩对比,彭扶在画布上进行了一场色彩的派对 马蒂斯的《舞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鲜红的背景和蓝色的舞者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种大胆的色彩运用在当时的市场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然而,色彩的狂潮并不仅限于西方艺术 在中国,宋代的青绿山水画也是一个色彩运用的经典范例 这些画作使用了大量的青色和绿色,营造出一种清新脱俗的自然景象 这种色彩运用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表达了画家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现代艺术市场中的色彩狂潮 当代艺术家们如达明、赫斯特和杰夫、昆斯利用色彩创造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作品 赫斯特的点画系列和昆斯的气球狗雕塑都是色彩运用的经典范例 这些作品在市场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因为它们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对色彩和形式的深刻探索 总结来说,色彩在艺术市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印象派到野兽派,再到现代艺术 色彩一直是引发市场视觉风暴的关键因素 它不仅仅是画布上的颜料,更是艺术家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工具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幅色彩斑斓的画作时 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这背后的故事和市场的风暴 希望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对色彩在艺术市场中的角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能在未来的艺术探索中,发现更多色彩的奇妙之处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雕塑的灵魂共鸣,市场的心灵震撼 雕塑,这门古老而又充满灵魂的艺术形式 从古至今都在不断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雕塑的灵魂共鸣,以及它在市场中的心灵震撼 首先,让我们回到古希腊,那个雕塑艺术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雕塑家们,像是菲蒂亚斯和普拉克希特列斯 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石头和青铜的堆砌 而是赋予了这些材料以生命和灵魂 想象一下,站在雅典爬台农士庙前,看到那高耸的雅典娜雕像 彭腐能感受到智慧女神的威严和慈爱 这种灵魂共鸣,让人们不禁感叹艺术的神奇力量 然而,雕塑的灵魂共鸣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 现代雕塑家们同样能够创造出令人震撼的作品 比如,奥古斯特、罗丹的《思想者》那深邃的眼神和紧绷的肌肉 让人不禁陷入沉思,彭腐在思考人生的意义 这种灵魂的共鸣,让观者与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联系 说到市场的心灵震撼,雕塑作品在艺术市场中的价值也是令人惊叹的 举个例子,2015年,阿尔贝托·贾克梅蒂的雕塑 《行走的人爱》在拍卖会上以1.4亿美元的天价成交 这不仅仅是金钱的数字,更是市场对艺术灵魂的认可和追求 当然,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艺术的价值究竟应该如何衡量 是金钱,还是那份无法言喻的心灵震撼 有趣的是,雕塑市场中也不乏一些令人捧腹的故事 比如,有一次,一位现代雕塑家的作品被误认为是垃圾 结果被清洁工人当作废品处理掉了 这虽然让人哭笑不得,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现代艺术的多样性和挑战性 总的来说,雕塑的灵魂共鸣和市场的心灵震撼,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都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考 雕塑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载体 希望大家在欣赏雕塑作品时,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灵魂深处的共鸣 并在市场的波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震撼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画廊的奇幻之旅,市场的魔法探险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奇幻的旅程,探索画廊市场的魔法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了色彩,创意和一些令人捧腹的故事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画廊市场的魔法 你们知道吗?在这个市场里,艺术品的价值有时候就像魔法一样,变幻莫测 你可能会看到,一幅看似简单的画作 标价却高的,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零 这就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里,某些物品看似平凡 实际上却蕴藏着巨大的魔力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名叫巴斯基亚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在他生前并不被广泛认可 但在他去世后,市场对他的作品需求突然暴增,价格也随之飙升 这就像是魔法师的魔杖,一挥之间,价值翻了几番 这种现象在艺术市场中并不少见 艺术品的价值有时候真的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再来,我们来看看画廊里的魔法师,画廊经理和策展人 他们就像是魔法世界里的炼金术士,拥有将普通物品变成黄金的能力 他们通过精心策划展览,营销和推广,让艺术品的价值大幅提升 有时候,他们甚至能够遇见哪些艺术家会成为未来的明星 就像是拥有预言能力的魔法师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名叫班克斯的神秘街头艺术家 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墙壁上,充满了社会批判和幽默 有一次,他的一幅画作在拍卖会上以高价成交 但就在成交的瞬间,画作自动开始碎纸,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袋 这就像是魔法师节里的恶作剧,让人哭笑不得 最后,我们来谈谈画廊市场的魔法学徒、收藏家和投资者 他们就像是魔法学徒,试图学习和掌握这个市场的规则和奥秘 有些人成功了,成为了富有的收藏家 而有些人则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迷失方向,成为了市场的牺牲品 总结来说,画廊市场就像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奇幻世界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惊喜 无论你是艺术家、策展人、收藏家还是投资者 都需要具备一点魔法般的眼光和智慧 才能在这个市场中游刃有余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画廊市场有更多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在这个奇幻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魔法 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陪我一起穿越了这段充满色彩、灵魂和魔法的艺术之旅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艺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画作色彩的狂潮 雕塑的灵魂共鸣 以及画廊市场的奇幻之旅 总结一下 色彩在艺术市场中的重要性无可置疑 从印象派的革命性色彩运用到野兽派的大胆尝试 再到现代艺术的光怪陆离 色彩始终是引发市场风暴的关键因素 而雕塑则通过其独特的形式和质感 与观者产生灵魂的共鸣 不论是古希腊的经典之作 还是现代艺术家的创新之举 雕塑的震撼力量始终存在 最后 画廊市场如同一场魔法探险 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奇遇和无尽的可能性 在这些探讨中 我们不仅仅看到了艺术品的视觉和情感价值 更窥探到了市场背后的故事和操作 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 收藏家 还是市场的投资者 都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和灵感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艺术市场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激发了你们对色彩雕塑和画廊的兴趣 如果你也有任何想法或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与你们的精彩互动 我是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